小胖 我要考试了 这个是我表姐从外国带回来的果冻 我给你拿来了 你能给我做个草莓味的布丁吗 礼上往来交换一下呗 那问题啊 你就是不给我带果冻我也得给你做啊 不过这果冻竟然是我喜欢的博尔女孩 可味还都不一样的 我得找个盒子装起来 留着夜深人静的时候慢慢品尝 拿包草莓味的QQ糖 倒进小奶锅里 然后锅里加水 点火 把QQ糖放锅里 和水加热成粉丝的液体 然后加入二黑钢筋的牛奶 搅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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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成蛋粉色的牛奶 然后拿个瓦把牛奶倒进去 冰箱冷藏半小时 再倒点清水 加入几颗QQ糖 跟水加热成粉色的液体 冷藏好的牛奶层已经QQ糖了 再把透明的粉丝草莓水倒进去 切一颗老王家摘来的草莓 小心地放在中间 冰箱继续冷藏半小时 一份美味的草莓布丁就做好了 先来吃颗草莓 满足下我的少女心 敲起来Q糖Q糖的 还挺好玩的 再来吃颗草莓 口感软滑软滑的香甜美味 下层的牛奶层吃起来香甜细腻 像吃冰淇淋的口感 这味道简直了绝绝子 先来看